胡蒙住在两层楼大套房 舒适的趴着 不使东张西望 看看外头东进 大大的眼睛转而转的 真的是超级卡哇伊 这次胡蒙14号被民众通报 说在三亿走失跟着他 苗栗动保防疫所获报 把他带回来照顾 经过七天公告 没人认领开放镇养 公开抽签 有97人争取领养 创下苗栗动保所 首次胡蒙领养 最多人抽签的记录 我们15号礼拜一就公告 说那个看似是有四组 来通知领回 那七天的一个公告 没有领回 总共有97位的一个登记 那第11顺位的 这一个蓝头的民众 很幸运抽中 胡蒙是皱形性动物 驱干四肢修长 眼睛周围有黑色色块 作用类似太阳眼镜 方便白天大太阳下掠食 主要吃昆虫 幸运抽中他的民众就这么刚好 家中也有养一只胡蒙 知道怎么照顾胡蒙 幸运抽中的这个新四组 那他本身 也有养胡蒙的 饲养的一个经验 那他自己的小孩子 也是续产动物相关的一个 科系毕业的 那他现场 家中也有养胡蒙 也带回去 领养的新的这一只胡蒙 也会有伴 四组深知胡蒙习性 想必事前已经做过功课 胡蒙是群居动物 被人类饲养巡服后 原则上并不会攻击人类 现在带回这只走失的小伙伴 让他有新家 旧爱新欢也可以相作伴 美食新闻 邱俊昌 料理报道